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盘在第四届名人赛 我跟于斌争夺名人挑战权的一盘棋 在第四届名人赛循环圈里 我跟于斌是同分 最后呢加赛 这就是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盘加赛的这盘棋 经过抽签呢 我是黑棋 现在我们先看看这盘棋的布局 这样的布局呢 现在是最近几年最流行的 黑棋走六星小木 白棋走二年星 黑棋这样的手脚呢 在日本是称为小林柳 我一直对这样持有意义 这个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种普通的布局 不能叫小林柳 像大厂 非常的流行 黑棋挂脚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这也是在这种布局中特有的一种效果 白棋压出来 黑棋搬 白棋火 黑棋打着白棋街上 黑棋打着白棋街上 现在假如黑棋街上 白棋跳 黑棋挂 黑棋挂 白棋架 这是在日本非常流行的布局 就是在这样的布局下 这个 这个 角的变化 引到这个 呃 左上角来 呃 引到这边来 那么 就是以后呢 还有一些很 一连贯的什么 跳出来 他也跳出来 黑棋在镇上 这样是比较复杂的 也有呢 在我们中国棋手 马小春呢 他有自己独创的下方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直接挂着 也有 呃 还有的人呢 就直接立下来 大家注意 有这个立下来 接上头 挂这个 唯一没有的就是 接在底下 是吧 嗯 如果你看看 接在底下的话 这个一段 这三个呢 很重 这个则实际上 也相当重 这样呢 作战呢 白棋有力 而白棋这样下 就期待 像从这样 那么黑棋 不能这样下 我觉得 可以选择的就是 挂 接 那个力 我不大赞成 鸡 和其他的下方 这个 我现在 在这盘棋里头呢 是选择了一个 谁也没下过 再下方 说走到这个 这个 是不是好 还要看以后的变化 这个 这个 从来 从来没有人这么下过 嗯 再去爬 再长 再长 把黑棋翻一下 白棋 翻一下 白棋 煎过 这样呢 白棋已经取得了大量的实地 大约有二十目烧墙那样的 黑棋就有一层破皮 所以 白棋呢 有二十目墙加这个星 这个星假如跟这个星底下的话 黑棋就这一个无有角 十多目 加上这个皮 所以 这个形式究竟怎么样呢 看这个 这个叫 我现在叫皮也可以 叫破皮也可以 这个 看怎么应用吧 现在黑棋呢 这个是线手 要不然就立下来 嗯 所以这个 嗯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没通的 好 黑棋挂脚呗 嗯 黑棋这个挂脚 如果白棋硬的话 假如硬 那么黑棋 由于这儿是先走 对吧 嗯 那这块呢再走 街上或者立下来 都可以 这个 还是有相当大的价值 以后还可以扩张 然后白棋不肯让黑棋 这样成空 想建议的 想建议的 这一招棋有点过于 才迷吧 有点 就是摊的太 因为这个摊上之后 并没有围住空 将来 黑棋还可以 在这个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或者这个地方 还对 它没有完全守住 嗯 那么黑棋当然是要 逼住 嗯 嗯 来 去查 嗯 来 去查 嗯 现在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个虎 这三个子 对上边呢 已经有很大影响了 白棋已经没有适当的子 可以在这里头走了 假如挂脚 那黑棋就紧紧地加入了 啊 这边 间隔不错 而且对它进行攻击 如果白棋在这边 黑棋就在这儿紧紧地加入 白棋没有合适的落脚点了 啊 白棋把希望寄错在哪儿了 寄错在 嗯 黑棋先出来 想飞 想飞 白棋也出来 白棋也出来 嗯 白棋也出来 现在白棋出来之后呢 如果黑棋就是单方面 考虑那边 这个压是绝好压 压过来之后啊 上面 越来越广大了 越连通 嗯 这脚儿还有另一个威胁 但是 这个段呢 对黑棋来讲也非常可怕 现在这个就不是形式了 真枯齐了 嗯 而且这两个还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就顾不上那边了 要先 虎一个 这个虎一个有什么好处 这个已经眼型有 比较丰富了 打之后可以做结 另外 把这个 由于这是先生嘛 这个段子就缓和多了 这样可以打出来 所以现在局面呢 就比较 混乱了 白棋现在呢 还是拿着上来的二十多摩棋 然后 这些都是绞在一块儿的混蛋 白棋也是拐出来的 黑棋翻 白棋翻 黑棋翻 黑棋长 那么黑棋上面的形式是越来越大 是吧 假如有机会被黑棋走跃的话 那白棋就 没法看 上面太大了 现在这两个呢 有这个 有危险 如果普通的话 就这么走的话 当然白棋如果这样硬的话 那就黑棋很好 假如普通这样 黑棋把这个立下来 那么白棋不行 可是 恐怕飞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不走这个 直接吃这个 这是这个形状的极锁 要点 这个打之后 黑棋连回来 眼型还是不够 所以黑棋走这个呢 太松懈了 刚才白棋小尖的话 当然黑棋就会 非常感谢 那会形成黑棋很有利的局面 所以在这时候呢 虽然在进入了布局 刚结束的时候 刚刚进入这个 要往中盘走的时候 这里不能松懈 一松懈就要落后 再拖过 拖过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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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就是通过想 通过这个 在这边走之后呢 把这个形状整好就行了 白棋这棋 它实在是打吃 黑棋长 本手大概应该接住 接住黑棋冲过来 这边就不走 这边就不走 他这样 走 吃 踢 吃 打结 但是由于这个 初期啊 刚开始没有合适的结材 没有结 只好穿那个 这时候黑棋不易 这个黑棋走了之后啊 这一块呢 是非常的厚实 吃完了之后非常厚实 这个也就彻底成了形式 虽然这个穿掉 对白棋来讲 大概得到也有将近三十目的样的 这我有点被拆了 大概有三十目 但是黑棋呢 这个地方已经得了十多目的实控 这个地方多了 走了一手之后 白棋帮着走了三四手 这些都是有用的棋 而白棋这些呢 现在目前看来都是单关 那么黑棋这几手棋价值也相当的高 另外呢黑棋将来一立下来把这个吃掉之后呢 这个脚也没活 所以说呢 黑棋在这呢 取得了这个作战呢 在这个布局的作战中呢取得了成功 那么现在就是安定一下这个脚 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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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带 然后 这样呢 就取得先手了 以后白棋断了 黑棋就打直 这么活棋就足够了 这么活棋就足够了 是吧 嗯 黑棋就这么想飞 白棋断大肠 这个如果再被黑棋走过来还攻着它 它受不了 一定要占这个 那么黑棋立下来把这个吃掉 白棋加 黑棋火 白棋退 现在黑棋一小剑 这样呢 黑棋咱们大致判断一下形式 这个小尖是黑棋先手 白棋这个角有十五目 这个是二十多目 还是加上这儿有十多目吧 这五十目的样子 大致上有五十目 黑棋这个立也是先手 这个尖也是先手 这块 有三十目多 这块 三十目多 加上这个四五目 就是 这两块是接近四十目 那么白棋全盘还有五十目 是吧 这块三十 加上黑棋那个四十 现在就这块棋 这个角独立 也有十五目以上 这块的形式是 不得了 好像白棋已经进不来 嗯 然后 现在这里 白棋都要被关进去 可能被吃掉了 所以从 无论从这个实控上来讲 还想这个 厚薄来讲 把黑棋都是已经领先了 关键的时候 关键的这个原因 就在于 这个 在 胜负关键的时候 不能手软 走在这种松的时候 像这种 虽然那是布局的 战略上的作战 要走得紧凑 通过这个大截 黑棋获得了这个 全局上的这个 领先 嗯 这盘棋呢 后来黑棋很轻松的 就一很 绝大的优手 取胜了 嗯 之所以能取胜的 我想这个 立功的棋可能就拓 嗯 断 如果是非 被他打吃的话 就很难说了 嗯 嗯 这个 后来这盘棋 赢了之后呢 我就取得了这个 明天赛的挑战权 啊 这盘棋就跟大家 介绍到这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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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立不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